大家好,我是郑匡雨,欢迎收看郑匡雨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教大家如何开创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合作案 说到合作案,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呀,为什么每次我想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这么的困难呢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通常说到合作,这个主动想要跟对方提出合作要求的人 通常都是程度还有level,比较低一点的人 所以当你想要跟这个合作的对象,对方的程度或者是他的市场是比你大的人的时候 对方就会觉得明明是你要沾我的光,怎么叫做合作呢? 于是各位这到底怎么做?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容易的解法 很容易的解法就是呢,大量的不断的让对方相信你跟他是差不多level的 或者是你可以提供他所没有的东西 好,我举个例子 我呢,为什么可以常常开发不同的合作呢? 是因为我懂得利用不同的场景 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去开创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比如说当年呢,我在自己写两性书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正妹高峰会 那么对我来说呢,写这样子的内容 我当然是可以完全自己写啦 不过我又想到,如果我可以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经纪公司一起合作 由他们来出一个又一个的美女来搭配我这个正妹高峰会里头 一个又一个能够让男生宅男自我提升的不同的主题 他们出一个女孩来搭配我的这个主题 那么假设我有12条让男生自我提升的方法 搭配12个女孩子的亲生经验来验证这一条又一条 那么原本只是看文字的读者,难道不会因为多了这些正妹就更想买我这本书 那么别的人难道不会因为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正妹 那时候还有瑞莎 一个又一个的正妹呢,就更想买我的书 好,所以呢,当时我就把这个提案跟这个经纪公司讲 那么经纪公司呢,本来他们的model很多是不红的,大家知道吗 也很多是不可能马上有书的这个作品的 结果呢,我提供了我的文字方面的能力 让他们提供他们美色美女方面的能力 那么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可以互相搭在一起了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对方虽然是一间大公司 我只是一个个体户一个作家 但是因为我大量的提供了他们没有的能力 于是这个合作就可能容易成功 各位你也是一样 未来你想要开拓所谓的合作案的时候 即使你的程度,你的市场是比较小的比较低下的 但是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你想要合作的对象 他缺什么东西,让他们相信你的能力 那么你们的合作就会很自然的 可以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也发挥极大的效果